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当初被有器具我是应该把它看完 结果呢 好不好看啊 他讲的是 木村是一个原本非常的严厉 就是不管在公司或者是在家里 所以他跟家人的感情也不好 就跟前妻也离了婚 公司大家都觉得这个很恐怖 大概不知道为什么失忆了 但失忆了之后呢 可能是有人看他不会送他 被扣到投资 然后醒过来 总之他就突然自己莫名其妙跑去前妻家 然后前妻就说 你搞什么我们继续婚了 真的假的 然后什么 就他已经性情大变就对了 他就变得非常人非常好 然后也变得什么 就是已经被降职了 因为他没有办法 没有以前的那种杀气了嘛 OK 然后什么 连跟他女儿也处得不好 女儿说你又不是我爸 他就一直处在惊吓状态后 什么真的假的 然后呢 他现任的老婆 我没记错 应该是上户才演的 他就一直觉得老婆 现在的老婆 虽然住在豪宅 然后感觉家庭很美满 他一直觉得老婆脸上戴着一个面具 就很像能具那种感觉 他一直想敲拨他老婆脸上的那个假面具 但是别人看他老婆 你现在讲的是真的有一个面具吗 不是 OK 我也开始变成一种AI还是什么东西 是他看到他老婆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他老婆戴着一个假面具 就是与他记忆中的并不一样 就是他觉得这个人很怪 OK 但他是他现任的老婆 但其他人看他都觉得他很正常 看他老婆都觉得很正常 然后以为他们现任的 现在的婚姻很美满 然后公司的人也觉得说他变得好奇怪 怎么跟以前的不同一个人 就要去慢慢揭开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 但他还没揭开的时候我就弃去了 为什么 我就 我不知道 我那时候觉得他干嘛 他对你没有吸引力吗 他没有耶 neighbor 木村对我从来没有过 蛤 这是很少见的 我始终专情爱着主演内风 你不得了 我跟你讲 那还好那个日本 那个综艺节目没有拍到你 不是那有一阵子一直在拍那个就是 什么人间观察之类的 木村都一直在伪装 对对对 然后后来人家看到他 我小时候最崇拜你 什么什么 如果拍到你就完了 他出外景那个最好笑的是 他假装成蹦桑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一对母女说 我真的喜欢他 对对对对对 然后一直在旁边制造一些噪音 那集还蛮好笑的 好 但你没有被他吸引 所以你又气劇了 没有 对我气了很久以前的家的记忆 然后现在看到他想说 诶 那我是不是考虑给他机会 就在我犹豫的时候 旁边出现了一个剧 我想说这个剧 等一下你现在是在走 钟明轩路线对不对 哈哈哈 应该情产的东西 你现在是在打击别人的 我会看我看我会看家的记忆 好然后呢 我也会看我会回去看 好OK 我就看过旁边有个剧 我想说哎呦 这个剧我知道 当初我没看 什么 因为我觉得他是 我一直对于搞笑的剧 不太能够融入剧情 然后现在巨荒没办法 就想说点开看一下 嗯 不得了 嗯 就吸进去了 什么 冥王 啊 冥王呢 他是他的作者啊 就是 日本的吗 对是日剧 日剧这个作者很有名 就是写出很多很有名的日剧 伴者之数 哦 然后什么夏婷火箭 什么罗斯福游戏 哦 什么一大堆很厉害的剧 这多久以前的剧 都他写 只是想要让他暂时 站住这个位置 嗯 接下来有人要继任 你就赶快乖乖的退吧 但他心里是觉得说 我一定要把日本打造成很 哇 理想的一个国家 这是发生在哪里都有耶 党内的内斗 对 派系 然后呢 儿子就是从小 因为爸爸跟妈妈感情也没有很好 嗯 然后他就是一个岩壁的大学生 嗯 然后就离开家里 他不想要在那种家庭环境下 他很讨厌爸爸 那种 根本没有关心过他 嗯 就是一个感觉很阴柔的男性 但是就是因为他离开家里生活 到处打工 所以他非常了解民间疾苦 嗯 然后这两个一个只知道政治 一个一个阴柔 也不想面对政治的人 灵魂交换了 哦 太好看了耶 他设定的很好 就不会只是无聊什么 男变女 女变男啊 欸我怎么有奶奶 我来摸下我自己 对 然后因为爸爸原本 就是一个很霸气的人嘛 然后变到他儿子身上 嗯 然后就已经就任了 被迫要去面对很多事 是 然后可能如果你原本 以一个那种很僵硬的政治人物 他面对很多事的时候 他就会用僵化的方式去处理 是 但是他个性现在变成一个 非常知道民间疾苦的儿子 是 所以就用了一些 一般的政治家 没有办法预想到的方式去处理 他民调就会不断升高耶 他一开始民调很烂 因为汉字都不会念 嗯 一直念错 然后大家就哈哈 就把他当笑话 好像美国总统 不会凭potato一样 他有一个桥段 我其实是一个很难大笑 你要我看剧哭很容易 但你要我大笑出来很难 嗯 他的桥段让我真的大笑 就是因为儿子真的日文也烂 英文也烂 嗯 然后他们要跟那个什么 某一个国家的总理会面 嗯 要谈一个很重要的事 对日本的未来影响很大 嗯 然后大家都很紧张 就跟他说 没关系 你就只要在见面的时候 嗯 跟他说how are you 嗯 就好了 其他都交给口译这样子 对啊会有翻译吗 怎么会有问题呢 没有问题 how are you就好了 他就好 一直很认真被说how are you 好呦好呦好呦 嗯 然后一见面看到那个那个总理 然后说 嗯 然后大家就很期待看他讲 who are you 哈哈哈哈哈哈 还不赖 ok 我真的当场笑出来 我说天哪太白痴了吧 太白痴了太白痴了 但他也把 我觉得他这个戏如果在日本 当年一定引起很大的共鸣 对 因为日本人对英文的那种惧怕 跟不知道怎么去驾驭他 对 然后一紧张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我觉得日本全民是有共鸣的 而且啊 虽然是一个搞笑的剧 但他要谈一些正经的事情 他是搞笑剧啊 他是 你看他who are you who are you就是搞笑剧 但是他 他对不起 明哪个明明王 就是明 人明的明 哦 明王 我也是那个不动明王 你知道吗 明天的明 然后他还是该讲的事情 他还是会讲到比方说银行的问题 因为伴哲指数的作者嘛 所以他自己也亏了一下伴哲指数 是 就说 那个 因为儿子 在 在儿子身体里的爸爸 嗯 去帮儿子 去银行面试 嗯 然后就讲了很多问题这样 然后就气势很强 然后那些主管就在那边交谈说 他是不是日剧看太多 以为自己在演什么 哪一部句是 伴哲指数 诶 这个我倒有兴趣去追 我觉得蛮好看的 好 这个爱丽推荐也不错 待会儿也来推荐一个消息 让爱丽兴奋一下 我们来听听这首歌 来自张三 李斯和吕强 怎样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 我看到这消息 我在想你说 说不定已经知道了 30而已你看过对不对 嗯 那两集吧 啊真的啊 你没看完啊 你没看完啊 我没有看完欸 因为我觉得那个生活离我好远 这部戏 被韩国JTBC买了 我知道 就很像那个 诶 然后大家就在 用途 大家聚在门口 这样 耶 要翻拍了 然后大家不是一直在想说 谁谁谁去演 对 谁谁谁去演比较好吗 是 因为其实JTBC 他们就是擅长做这种 就是 什么成熟女性 什么天空之城 夫妻的世界 对不对 密会 密会你看了吗 密会我好像看了一两集 诶 那个 那个男生后来在那个啊 活这里面 就是变 不是变胖 他刻意把自己弄成一个宅男 就是胖胖的这样 那个男主角好 那结果呢 大家就是 开始就是 热搜 就在想说 韩国要翻拍30而已 对 到底谁演谁 大家就开始在想 对 就开始在想 对 就是叫江苏颖的这个很有气质的女演员 嗯 他也参与了讨论 嗯 那所以呢 这个第一个角色叫顾佳 好 那他就是一个全职妈妈 对 然后就比如说 为了老公付出一切 对 老公然后为了小孩 嗯 要进一个很贵的贵族学校 对 然后他就去又说 诶没关系啊 我们再努力一点 我们就买了一个很贵的那个房子 对 为了让小孩 进入那个学区 对 然后就没想到后来老公就是渣男啊 就跟另外的女生 对 对了这样子 那像这样子 有人把他 曾经把他写过他的一周在干嘛 比如说 列出他的情势力 对 比如说星期一早上10点 做那个皮拉提斯 12点打卡brunch 3点烘焙客 4点半皮肤管理 然后还给许焕山收行李 就是他老公 对 然后就是很多他又会 呃自己又要去上这些什么空中瑜伽什么的 对 然后又还要做烘焙去讨好那个更贵的贵妇 这样子 然后所以像这样子一个 他后来 呃买了一个茶园嘛 茶园经营不好 他还自己跑去山里面 也太强了吧 人家说这德智体群美全面发展 这一位 所以 人选一 如果是你来选 你会选谁 韩国女星 顾佳哦 全智贤吗 答对了 很多人都认为是全智 对不起我们这不是在公布名单 我们是自己在猜拳 很多人认为是他 为什么你会觉得是他 就是 可是顾佳 因为好像 可是顾佳感觉很 因为全智贤很适合一些疯癫的角色 顾佳有疯癫打过家长 对对对对 人家的小孩欺负他嘛 他那天是喝醉 他咬公 就把门关起来就揍那些人 那就全智贤了啊 就他对不对 太适合了 适合 而且他也有那种就是 呃 感觉 我觉得他的气质 这位欧逆 其实真的就是 什么样都可以 有很贤惠的气质 对对对对 那所以事实上很多人就说 呃 他应该可以 尤其是打太太的这一幕 然后 但是又可以 弯下腰替这些有钱人家 做蛋糕啊 拿鞋子啊 这样子 然后他们说全智贤 其实每做每拍完一部作品 就会一个 gay到一个新技能 比如说呃 拍摄触不到恋人 他就有苦恋发生 然后拍摄处局呢 然后大部分在画画的手 都是他亲自在画 这么厉害 很厉害 然后拍那个什么 盗贼同盟是不是 哦 电影 对那个飞檐走壁 都是他亲自上阵 天啊 对他就是很猛就对了 跳比如说从这个阳台 跳到那一个阳台 这样子 嗯嗯 所以事实上他的实力 还有一个 大家来建议一个人 谁 你最近又看了他的作品 oh my god 该不是破降CP吧 孙艺貞 有人觉得是他耶 是哦 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 他蛮适合那个贵姐那个角色 诶 对哦 嗯 对因为贵姐比较是 就是每天都要穿名牌 对 然后笑容优雅 对 对不对 所以 感觉很温柔 是 因为他大部分 全志贤感觉比较没有温柔的部分 全志贤的温柔 就比较内收的 他不讲话啦 不讲话还好 孙艺貞的温柔就感觉很外放 对对对 很蔓延开来这样子 对对对 其实这个 孙艺貞他其实大部分你看都是甜蜜的温暖的爱情作品嘛 对对 对 然后工作之余呢 他们说孙艺貞的瑜伽健身高尔夫 对对对 样样会 他是有有证兆的 可以开班授课 对 他的那个皮拉提斯第三年就成功考取TRX奖师资格证 好厉害哦 真的太厉害 他非常的厉害 所以因为他的体能很好 所以孙艺貞在韩国娱乐圈有个外号叫牛艺貞 今年又是牛年 就是他的工作强度的那个体力他也很厉害 然后脑力也跟得上 然后他也是一个隐藏的投资高手在房地产 其实这个跟全智贤也很像 对对不对 是 然后韩国综艺中曾透露2015年孙艺貞花费93.5亿韩元 买下首尔马普区房产租给餐饮店三年后卖掉 近赚了一亿多吧台币 就是三亿多台三四亿台币 不是不是一亿多台币 对一亿多台币 然后2019年他又以一百六十亿的韩元 买下首尔江南群新沙洞商用大厦 然后就租给这种医美咯或是化妆品店 每个月的租金就是四千五百万韩元 差不多就一百多万台币嘛 对不对 所以大家就觉得他是韩版的顾家 那你刚讲的那个王曼妮 他们叫妮对吗 对 那个王曼妮就是谈恋爱就是遇到渣男嘛 对 然后之前有一个暖男他跟他分手 他也没有回头这样子 然后他但是他是出生自一个小镇 他有时候也会想说我到底要不要回去 对 这个小镇这样子 那有人说演这个角色是蒲敏英 你认识他吗 蒲敏英 不认识 蒲敏英 事实上呢他 呃 好像演过的电视剧都是爆款啦 叫《陈军馆绯闻》 《城市猎人》 还有《Healer》 跟《金秘书为何》那样 哦 所以他人家说他挑剧本的眼光是十分独到 而且还有他的气质啦 就是职场女性 哦 这样子 就是很很漂亮 然后又会去为事业这个 呃 就是奋斗 还有个叫韩孝舟 他们他们推荐 韩孝舟好像是W的女主角 嗯 W齁 是吧 好像是 对 嗯 事实上呢 这个呃 大家的推荐 我觉得都 就是 我觉得韩国太多那种外貌气质 嗯 都 就是 才艺双全 韩孝舟长得跟孙怡珍有点像 有点像 嗯 好 那还有一个中小琴 就是看起来比较小可爱小可爱 哦 这个好难想 她的老公就是 诶她老公在 这什么喂鱼啊 对对对对对 就喂了鱼缸 然后两个就炒番了这样子 对哦 那事实上最后她还她还写作 然后赚得版税 然后她就是一个想踏踏实实过好日子的普通女孩 这样子 诶我突然想到 谁 那个她老公啊 嗯 就是喂鱼的那个男的 好像是流经岁月里面的 哦真的啊 一个渣男 哈哈 那很厉害耶 他可以一下子看起来很暖一下看起来很渣 好那结果你知道王漫妮人家人家推荐谁吗 这个你一定认识 谁 很有名 我们两个都推荐过他的戏 哦 他又会唱歌 又会唱歌 哎呦 哦 哎呦戏又演得好 哦 他那个我的大叔任务 对不对 最近又有人在重播 真的是哦 但是他其实曾经因为工作太多 就是睡眠严重不足 然后才22岁 所以就遭遇精神危机 不得不停工 然后去治疗一下 太红了 对 然后他治疗的期间呢 呃 他后来还开始害怕上节目 跟观众面对这样子 然后后来还要靠一些药物跟镇定剂 不过最近好像好了 所以其实 大家也建议 我觉得IU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是 对不对 还有人推荐刘仁娜 哦 刘仁娜也是熬出头了 真的耶 他跟IU感情好 哦 他前八年在韩语 有人说他是默默无闻啦 嗯 2012他们说这部剧算是大红 仁显皇后的男人 嗯 所以事实上 你看像鬼怪那时候 也算 他也算演的 也不差也很可爱啊 对 其实他从那时候 我们就看了呀 那个内部叫什么 全智贤的那个 你说 蛤 全智贤那一部 野蛮女友 啊不是外星人那个 对对对 外星人他演什么 他没有演吗 总完全记不起来 他没有演吗 有可能有但我不记得 OK好 所以事实上有人推荐他 就是可以演那个 嗯 小小姿女的那种感觉 哦 对 但是真的后面还有一排名单啦 就是太多了 什么 这些人也都不便宜 这些人也都不便宜 对啊 这些人要聚集在一起也很难吧 我真的觉得 我们俩赶快写剧本了 写故事 好不好 大家真的很缺 我们现在的丁丁这首歌 来自 关施敏 Masterpiece 欢迎回到桃子晚报 今天非常谢谢艾莉来到节目中呢 我们聊了这么多 这个 其实剧真的是我们很重要 诶那 你真的没去看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的日子靠什么 就去 看看书啊 写写东西 对 运动啊 对 打扫 你会打扫哦 会啊 哦你知道我 为了过个年啊 我大概 两个月前就开始 超前部署的大扫厨 真的假的 周末就是 就开始打扫 然后觉得累了 就好吧 那去写个稿 给个稿好了 嗯 很累耶 都 拖地那些都不用说 就是什么是我们 不知道的打扫 就是比方说 纱窗那些要拆下来洗嘛 OK 然后户外的玻璃 要怎么清 这个真的我清到我手快断 平常打羽毛球 就是为了这个 哦 脸书上很多卖的那个 清玻璃都不好用 都不好用 会掉下去 对我都 我有忍住 我都有忍住 还有那种什么教你 我就是因为太常打扫 我一直被那些东西攻击 你知道吗 嗯 动不动就一个什么 储水垢神器什么 跑过来那个 OK 还有那种什么 让你清凤凤的那种 我就看到有人说 菜瓜布切一半就好了 对 或牙刷旧牙刷 对 那个是最好用的 然后什么小苏打加醋 对 加盐巴 就可以把你的白布鞋弄得 非常的干净哦 突然居家了起来 没有 你后来有没有发现 水管你有没有清 里面 有 你用什么 呃 要要分 比方说浴室的 马桶的 就是是铝制的 或者是塑胶制的 或者是厨房的 对 但现在有 我都会用那个去化工行 找那些 可以直接清的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提到这个吗 怎么 那天我儿子真的是够了 他把他的那个塑芹片 他在跟我讲话 然后水开着 啪就下去了 啪 好那我就跟我老公开始拆水管 因为就想说 会不会 没有 就是没有经过那个弯道 还在里面 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拿下来 拿下来你要冲他 你要在哪儿冲 我们只要跑到那个 就是淋浴间那边冲 好脏啊 对啊 那水管里面怎么那么脏 然后我就想说 那个要定期清的 对 我就想说 我们不是就只有刷牙跟洗脸吗 没有没有 有一些什么 人身上的油污什么的 黑的 没有那是洗脸台 对对对 洗脸台的那个 排水口 对啊 一片一片黑黑的掉下来 对对对 那个要定期转开来去清洗它 主见哥想说 这什么什么 不要告诉我这些 我不想知道 可是你转开清洁也只有在 顶多15公分 对对对 你还要再清到水管里面 它是整个我们管子 拔起来之后 就一直用水冲嘛 就发现 天哪 那个 它的管面就是 积满了 恶心的黑垢 黑黑的东西 对啊 我心里想 哇那厨房管怎么办 所以我是有买一些那种 什么日本的那种 就是一管一管的 可以放进去 一个小时 有泡泡产生什么的 就很像清马桶的那种东西 对啊 我就觉得那真的 马桶呢 马桶你怎么清 你也是用那种 对 可是我有听说 你知道我就常去听一些 妈妈在聊天 就是有 有些牌子真的千万不要用 她说连管子都腐蚀了 对而且说会伤害 化粪池里面的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呢 糞便吗 她说一个什么有益的 什么对环境有益的 一个什么东西 对 哦 太化学的 我相信 听到这里很多聪明的家庭主妇 应该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所以事实上你看 我们不不止30而已 我们也是挺顾驾的 真的 没错 对不对 好就差不多就这样了 就年菜不要做 我们那打扫已经是 打扫好已经了不起了 万幸 是不是 我们要写剧本了 我们是财女耶 干嘛 好 非常谢谢爱莉来的节目中哦 谢谢 拜拜